經理貨幣越來越普及相關詐騙案件 也層出不從 警方辦案難度跟著提高 不過近期卻傳出疑似有援警 反而提供相關情資 當起詐騙集團的軍師 涉案的是高雄陵援派出所的 陳姓援警 他平常跟同仁感情相當好 卻為了弟弟泄露辦案情資 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涉案的援警今年30歲 已經從警8年 不過7年前被揪出涉嫌泄露個資案 遭到檢方還起訴處分 他的弟弟從事詐騙 日前以買賣虛擬貨幣芯片 提供給受害者假的避傷 以及賬戶來吸金 沒想到身為警察的哥哥 還涉嫌包庇詐騙集團成員 並提供避免被警察查棄的方式 又協助嫌犯違法查詢民眾個資 本署從112年開始偵辦後 已陸續棄貨集團成員20幾名 至於詐騙金額目前還在統計中 援警涉嫌當詐騙集團軍事 高雄陵援派出所解考前 沒有給出任何回應 最近是否還有其他人 與詐團勾結 監禁持續向上溯源 近新聞 黃玉廷 謝嘉玲採訪報導